这个周末的正诞节和下个星期的新年都是亲朋好友聚会庆祝的好日子 而大家聚在一起难免会饮酒助兴 怎么样才可以避免喝得过量不对身体造成伤害呢 今天活得更健康 欧极周带我们了解 急诊室的医生表示大约40%的急诊案例和酒折伤关系 这包括醉酒开车导致的意外和嗅酒有关的枪击案和家庭暴力事件等 美国每年到急诊室的所有轻重案例当中 有4000万起涉及酒精 而每天就有40人死于醉酒驾车有关的车祸 旧金山总医院透露 假日确实诊治更多和喝酒有关的意外 医生补充受酒精影响 一些人也会进行比较高风险的性行为 急诊室也经常见到一些因为喝过量的酒 而无法在公共场所走动或过马路的人 医院就会让这些人休息直到他们酒气成销 而人的身体不同代谢酒精的时间也就不一 女士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 这是因为他们身体脂肪比率较高 而经常喝酒的人代谢酒精的时间也比较快 这是因为他们的肝脏已经适应这项功能 一般来说一杯酒需要一个小时代谢 医生也强调 虽然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 开车的话算是醉酒驾驶 但是低过0.08%的话也可能违法 26台记者欧智州的采访报道 继续 咨疑 请不吝点赞出 地